我们买了5元3斤 一大袋芒果 这些是台湾小芒果 在研究小时的爆刹灵 一盘盘放在这里 多少钱? 这个鸡? 23元 23元的鸡 23元 Hello Hello 现在是星期六早上 现在大概11点半 今天又要全员研核酸 粤秀区是全员研核酸 全广州也要吗? 这就是我家的其中一条队 我们是会去后边保利那里研的 据说那里有4条队 从昨晚开始已经在排队 你看全部都是人 在这里慢排 可能这里要等4个小时 5个小时 接着来到第二个研核酸的地方 这里似乎好些 这里是保利的一个楼款 是有4条队 人就像刚才那里多些 这里有4条队 我们就决定在这里排队 现在是11点24分 其实有几快 等了半个小时多些 是吗? 幸好 2条队 好 1条队 在那里不切 4条队 1条队 2条队 5条队 9条4条 5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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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条队 Hello, Hello, 各位观众, 大家好 现在是下午, 差不多五点钟了 今天跟他老婆去华桂路吃饭 话说早两个星期 跟大家去直播的时候 经过华桂路有两间餐厅 叫什么名字, 老实说我真的忘记了 两家好传统的粤菜餐厅 话说是这样的 广州在昨晚发现有本土个案 两宗, 好像一宗在原村, 一宗在三元里 所以我们的出行码上面有一颗星星 一颗很可爱的星星 意味着我们是不能出广州的 麻烦一点, 不是不至于不能出的 所以接下来十集八集影片 都会在广州老城区里拍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外来传播者 其实很少会来到老城区 很少来到西关、月秀等老城区 所以热环也是在周边 什么圆村、三元里的地方 正因如此, 昨晚整个广州都在研核酸 昨晚是十点钟发新闻稿 说要全员研一次核酸 有些人在排队研核酸 排队研核酸 我们就比较冷 早上11点才去研核酸 当然, 研完一切如常 所以整个白云区都是禁止堂食第一个 第二, 同学们已经不用上学了 除了超市以外 所有密封场所都不开 包括龙某市场 因为白云区是很多菜 龙某市场批发的地方 正因如此 所以很多聪明的广州市民去研核酸 就去卖菜 其实肉是可以的 因为你还有这么多冰鲜肉 但是菜就惊惊地 始终不太耐忍 我们现在都走到龙春号市场 看看什么环境 不知道会不会买到些东西 就在前方土兴行转过去 这里是中山七路 我们走过了 我们走过土兴行转 就来到龙津市场 现在看上去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不觉得有特别多人 又或者特别少人 而且这个时间数是5点多 其实按照你应该挺热闹的 多少钱钱? 5元3斤不减就 10元3斤 我们买了5元3斤 一大袋芒果 这些台湾小芒果 讲到吃芒果 专家 越小的芒果味道 越有芒果味道 大小的芒果味道 可能水分会比较好 但是如果说芒果味道 绝对是小的芒果味道 如果进口 如果进口就要 对 不进口了 我们在外面走一走 看看这些 卖生果一切如常 卖包 又是这样 通常我们这些 怕人多的 通常都在外边走 其实外边也很多人 大家看过我影片 多次都知道 至于里面 其实是少一点的 有些在买香蕉 3.5元1斤 还有9千多次的 卖牛汁 每次走过都不买 那些腸 还有这种 肉丸 整盘 还有几乎是市区最便宜的 三菜饭 10元鸡 杏仁饼好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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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花生酥好吃吗? 你要花生酥呢? 我想要花生酥 试试花生酥 好吗? 是吗? 实在难得 我们还要付现金 我还要付钱 行了 你拿着50元 在这里写着 紫收现金 紫收 人家要了 我怎么会给你呢? 有多少钱呢? 是 最后这些 我怎么会答应你呢? 人家要了 我好像听不到你说 就是 又买了一袋花生酥 这里是11.5元 你也要了一袋 再来 还有少量的 胡蝶酥 这个是货尾 这袋花生酥 总之花了16元 真的说不买 又买了这么多 而且刚才那个 售货员依依说 老板娘说 我们这袋很划算 5元鸡 是的 我觉得还不止单 是的 这些是货尾 它是不选择的 5元那种 是老板帮你选择的 它就不会特意选择烂的 现在给你5元 这只什么时候 广东牙钓还有一袋 中华被人收购 中华被外国收购 广东牙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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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没拆过 它在研究小时 拆过爆刹铃 七日香 是的 还有欧莱雅 骗仔王 金油潤枯 这些是被人收购 皮肤爆裂 还有抹理发油 好像你妈给你来查过 我上网买了一枝 这枝我妈经常查的 买了两枝 十元鸡 面坏也好 现在是买菜的 比较紧张 其实其他都可以 肉那些没问题 我们决定吃完饭 再来买卵 当时价格会更低 来到老字号龙津店 全广州最便宜的烧鸵 烧鱼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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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烧鱼便宜 那你猜不到 已经没有猜到 没有买师她才賣20元 手工购买 烧鱼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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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划算 一盆盆放在一里 多少钱 手工购买 这是下面的 美食 烧鱼 烧鱼 20元烧肉 好,好,好,好 等一会儿,可能这么拾位 这些才是多人买的地方 那些是街坊,对不对 付钱,老婆已经选择了 这个鸡要2元 这个鸡要2元 23元 这些是街坊,对不对 4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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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鸡要买或放冰箱 你都不怕,这么便宜 哎,本来疫情好不易都好 老婆,有得炒 也没有,猪肉都要 猪肉都要,猪肉都没了 这个是鵝肠吗? 有这么多鸡要签卖,一件不留 你看,来到龙津道市场 一定能买到东西 对不对 你忍着不买都不行 烧肉多少钱 我都不记得多少钱 鸡是23元 烧肉又是20多元 这么大盒 嘟 有很久吃了 还有,白云区这样的情况 那些什么 泰河烧肉等 未必有的 买好一些 其实都挺适合的 好,又来到早楼 不过可能未必买东西 老婆 看一看,今晚这么在选择 买好一些熟食 放在冰箱里 因为有很多不稳定因素 你很难说 对不对 所以他们买好一些 都是很明智的 又没有开车来 拿不到 拿不到 走的时候 再走回头 看一看 又发现雪鸡翼 6元斤 是啊,你先吃完饭 先吃完饭 先吃完饭 刚刚和大家走完龙津路市场 一切如常 没什么特别 一样都是这么热闹 一样都是这么多人 不分时段 又来到乐园方小学了 其实只是一条行这么多 有什么特殊 因为之前有观众说 为何上次接播不来 看一看 因为那时刚刚 放学时间 很紧张 至于今天星期六 当然是不紧张 都和大家进去看一看 乐园方小学 之前因为工作的原因 其实都来过这边 送一些作业宝过来 在国企当时 OK的 那些学校挺好的 不是那种很恶 好成那种 挺nice 乐园方小学 当然 它的门面不算很大 但是它里面 作为 在西关 丽湾来说 它这个学校 其实都算挺大的 每天 到了星期六 当然 水值 鹅飞 也是很正常的 旁边也有这些托管中心 乐园方 21号 好 终于来到要吃饭的地方 一个最延居 一个天明 究竟怎么选择 老婆还在想 其实两间都可以的 似乎最延居 就比较多 主力吃鸡 当然了 天明也是有鸡吃的 我们点了半只盐焗鸡 餐牌上没有写的 我们来看看它有什么美食 首先我们另外点了一份 叫台山黄饭 38元 细煲 也都在门口写着招牌菜 当然还有其他小菜 石锅脆皮豆腐 哇 这些很传统 豉油黄腸头 58元 好像比较贵 这些好吃 不过呢 还是不要吃那么多 当然还有小炒 蒜香骨 蜜鱼仔 他们会说脏爆 蜜鱼仔 是不是很传统 其实是蜜鱼 还有五榴蛋 我点了一份五榴蛋 这个五榴蛋我一直都想吃 在我心目中 在广州有几间多好 通常来这些老饭店才会有吃 去到同福路 同福中 好像是南华西那边 我忘记了了 夏女都有这个五榴蛋吃 我心心念念想吃 没办法去夏女 我们就来试试这里的五榴蛋 下次下次夏女 当然还有慈名年牛汤 上汤桑叶 都是20多元 价格的炒牛片 很多好东西 除此之外还有啄啄菜 就是那些煲 啄啄啄 虾酱啄豆角 好吃 啄台花28元 好 读完餐牌 今天餐厅人笑很好 我们来试试刚才买过的花生酥 好 试试花生酥 看上去比上次我们去浅口市场的大一点 味道是怎样呢 吃了再说 那种不同食饭 嗯 不许说 我多不懂食饭都知道 浅口市场和这个 赚太原口 不是在什么那家 赚太原口 嗯 而且那个贵之 贵不得多少 贵不得多少 但真的完全不同 这种更像那种 合途酥的做法 没有那种 浅口市场那种 又咸又甜 那种复合的味道 它那种 是没有加梳打粉的 直接就是靠猪油 嗯 它就是肯定猪油 没有那么多油 嗯 试试再看看 里面有很多汽孔 对不对 嗯 就是因为加了梳打粉 所以这么多汽孔 我们坐这个位置非常之好 可以在这里 飽覽龙津陆附近的旧屋 首先有刚才 跟老婆去过的当铺 当铺 当铺 对面好像有一个小院 这个位置应该是环卫工人住的 街道要让环卫工人住 对不对 但也不允许笑 看一棵树 上面那些树干 还在 但树丫好像斩了 老婆还说这棵树 起码是百年 不止百年 转过来这边 还有这些旧屋 这些瓦顶屋 再来又试试个蝴蝶酥 这里有五元鸡 吃了一件 试试蝴蝶酥 不试试 这个不试试 嗯 嗯 还可以 还可以 打包给阿碑 还可以 不算太差 但要考虑价格 那一袋五元鸡 那一袋五元鸡 这袋五元鸡 还有什么 哦 这袋才离谱 再来这袋芒果 不准选的 五元鸡 小芒果 有些可能还要等一等 有些可能 集了一点点 一齐都可以 五元鸡 好 上菜了 煲仔饭久一点 很正常 三元鸡 三元鸡 哇 有多少五元鸡 这里目测起码五六只鸡蛋也有 有没有 这样一只 一只两只三只多 哇 那些五元鸡多到 你看 很久没吃过 是的 很久没吃过 再来旁边就是 咸鸡 这个叫咸鸡 先来试试五元鸡蛋 真的很久没吃过 五元鸡有很多东西 我记得小时候吃的时候 这些应该是青瓜 小时候吃的时候 好像很少洋葱 那时候 还有红萝卜丝 当然啦 你现在很难买到五元鸡蛋 师傅可能是自己调的 但是呢 送上来的那种 应该是白醋 应该是白醋 那种 那种 有少少刺鼻的味道 都还在 老婆吃过 她说好像小时候吃过的味道 试试 那种白色 那种五元鸡蛋 是的 五元鸡蛋 这个维旧菜真是棒 搞到我现在还没碰到 咸鸡蛋 它里面有桥头 这个是 刚才师傅也说过 酸姜 酸姜 有酸姜吗 我吃了 你吃到酸姜 我最喜欢五元鸡蛋 就是吃有蛋黄这部分 它炸得挺漂亮 而且小时候吃五元鸡蛋 那时候有一口吃 觉得五元鸡蛋 后来就少了 那时候很怕它有甜的 有酸的 但它这个调味就OK 有酸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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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酸姜 嗯 嗯 越开胃了 最后送上来的就是 黃扇煲仔饭 停不了口 挺好的 再去买 刚才已经想买的 我叫它快点来的 怕没有位置 但其实没有 大家都看到 正常的 而且这些鸡蛋 是做宵夜主力的 不是呀 最主要是疫情 让你知道 躲在家里 嗯 糟糕 这些鸡蛋 很棒 哇 真是很美味 上次吃的那些钱 五十多元 是啊 大家都知道 我刚刚去完开瓶吃的 黃扇煲仔饭 那里也好吃 那里也好吃 我们先撇开价格 各种 它这里 米粒 是没有在我们之前两次吃到 那么精彩 那些真是很狠 美的 但是呢 这里是有一种 黄扇的鲜味 上次那两家都没有 那种黄扇的鲜味 上一次我去开瓶 吃到它是有腥味 那里面是下了陈皮 后来有观众提醒我 是砍泥味的 那我就会吃 但是这里呢 是腥味 是鲜味 还有呢 它是有下姜的 吃不出有泥味 我觉得呢 这里的黄扇的味道 比之前去过那两个 都是要好的 当然 这里的米粒 就差了 是的 极有理由相信 里面是下了黄扇的鲜 比如像这一条 这条像是皮 是下了黄扇的鲜 所以这么鲜 就是这样的意思了 那吃完这个黄扇饭 回去真的要 真的要喝多些凉茶 叶鸡都还没移动 嗯 你不知道黄扇有什么功效 我也知道 是吗 还有 不知道 降血糖 很多人不知道 是吗 整件五扭蛋 配搭黄扇饭 降血糖 上星期我们上得吃的 它是连焗骨汤的 75不是80 75你也得名 最喜欢蛋黄这部分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 当然蛋黄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吸收汁 如果说吸收五扭汁 其实就是蛋白这部分 因为气孔会更多 这两个区没有区 没有风 嗯 白云那些 鸡 最后 试一下鸡 让我选一份 我最爱鸡胸 咸鸡就不用配姜营 哦 这个是鸡 鸡 咸鸡 咸鸡 正常的咸鸡 没有什么特别 嗯 肉也很实 而且骨头 都是那种 不是粗成鸡 不是粗成鸡 有时候很怕便宜 给粗成鸡吃 并没有粗成鸡 并没有粗成鸡 做这些 而且呢 最肥的这些 最肥的 有些皮下脂肪 OK 每个都是瘦皮 这些吃了便有益 咸咸鸡 还有呢 说是咸鸡 其实也不算太咸 这些呢 放一杯 一路喝着 啤酒 吃就最适 嗯 还有有时候呢 我以前 小时候十多岁 老爸经常买咸鸡 很硬很硬那种 这个就不是硬那种 中山陆那间 嗯 唯外鸡 嗯 是 老婆发现 她真是懂得吃 我真是一样 这个鸡呢 不同我们广州的白斬鸡 传统白斬鸡 它是全熟的 更像唯外鸡 我们唯外鸡 过年之前不是吃过的 好像五十多六十元一例 鸡吃不完可以打包 煲仔饭吃不完 打包呢 就不好吃了 我都要一碗 不知来呢 你要不要有点什么 嗯 什么都要 煲仔饭在家里 就很难做得到 这个鸡 我下去斩材料 其实都可以 挺漂亮的 是吧 好吃的好吃 黄鲜饭最好吃 这个就是怀旧其次 这个有点像唯外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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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边 就是唯外中山陆路 对啊 中山陆路那个有点像 对啊 黄鲜饭 黄鲜饭好吃 这个是绿醬 是呀 绿醬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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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这样的 我有一次经过 那些美国华侨 说你这里好吃 我才来的 真的真的 是呀 就是他们说的 是呀 就是外国的朋友 那些华侨说 叫我们过来这里 是呀 是呀 以前在这边住 是呀 是呀 因为现在疫情 今天这样 突然到处了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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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平时好 那天在顺德的煲都不太大 是呀 看来呢 上次直播 观众介绍的那些都不错 其实呢 通常我选吃店 有几个原因 就是自己吃过 嗯 第二 是真是名头响的 上网找过资料 比如说 惠爱鸡就是其中一个 真名头响 去吃过 not bad 比如说香群 也是香群 自己吃过 嗯 比如说 之前我们去吃过一心鸡 是不是一心鸡 不是一心鸡 一厨 一厨就是我们吃过的 就真的挺好的 至于这里 就特别一点 是由观众介绍的 观众介绍 来到吃 挺好的 真的不错 煲仔饭 这个 不差 真的挺好的 哇 五榴蛋 已经被我们两个清掉了 真的很好吃 原先还想留给女儿的 没有 他没有了 所以呢 煲仔饭 可能会多吃一碗 剩下就留给女儿 慢慢享受 好 让我再加点煲仔饭 我现在不是 嗯 等一下我们再回去龙樽市场 看看买些什么 看看还有没有便宜的野汁 菜呢 就 不是 菜呢 就很紧张 但是肉呢 就没有问题 就是那些烧鱼 菜就没有了 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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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还要很便宜 猪肉 猪肉 不知道 那些 急凍食物 急凍食物 6元 鸡羊 好像是 鸭肉 9元 9元 菜就更紧张 我认识猪肉 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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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 我们吃饱饱了 果然不错 当然 因为疫情原因 大家都很惹害 所以餐厅没有什么油 我平时是很热闹 最终买单 100元 真的很值得 三碟菜 三人平均一人就是30元的消费 因为我们还有一些打包要回去给女儿 各位观众介绍确实不错 有什么好提议的 多点提醒我 我就不太懂 我只是会去那些坐在街边吃的鸿吞面 是的 真的 真的 好了 我们就约定你 下集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